每个人都知道,在古代的时候,由于科学和技术没有发展得那么迅速,人们对自然的看法并不完美。 因此,出现在人类幻想中的许多神灵出现了。 然而,有些地方不相信神灵,而是相信活著的人。 直到今天,这些习俗,仍然存在于世界各地。 在印度有活女神,从尼泊尔到国王,再到人民。 对此的崇拜是非常宗教的。 即使国王在看到他时,也必须跪下。 我相信去过这个国家的人,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。 他真正存在于当地人的生活中。 他被称库玛丽。 意为处女神。 尼泊尔非常钦佩他。 根据印度教,女神是智慧的化身。 也是权力之神的象征。 选择活女神是非常严格的。 他必须来自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家族。 祖先必须住在迦德满都。 巴格玛地河和威斯奴地河两岸的两条圣河中。 清白。 没有任何污渍。 他必须有住三十二种美德。 没有束缚。 没有血。 即使他被打破。 他也不能流血。 女孩的星座必须与国王保持一致。 女孩的身体一定不能有任何伤疤。 不能生病。 并且流过血液。 此外。 他一定不要害怕黑暗。 在检查中。 他必须与被杀死和牺牲的羊头和水牛头过夜。 以测试他不怕黑暗。 在最后几位候选人被发现后。 选拔委员会通过了一系列严格的测试。 选择一位通会过人的。 如果女孩被选中。 他就会离开正常人的生活。 一直住在库玛丽寺庙中。 开始他作为女神的光荣而孤独的生活。 每天早上七点之前。 他必须在追随者的帮助下打扮。 并穿上服装。 在重要节日的游行中出去。 并且通常会遇到信徒。 但他们的脚不能碰到地面。 作为一个神。 他的言行被礼拜者视为好运的象征。 因此。 在大多数情况下。 女神必须毫无表情。 在与公众见面时没有动静。 在女孩的青春期到来之前。 就会有下一个接管。 此时他可以退位。 他能保留的是一枚金币和一件他崇拜时通常穿的红色连衣裙。 因为他们几乎没有读书。 而且由于长时间与社交生活脱节。 退休后的女神只能待在家里。 依靠父母。 亲戚和好人来赞助生活。 一个更残酷的迷信是。 任何与之结婚的男人都会结婚并在半年内死于咳血。 这使得女神退休后的生活更加孤独。 最终许多女神在退休后不能结婚。 好久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